哇 停不停 11级阵风强大的威力 把成人还高的冰箱 吹到像长了脚一样 快速移动 广西民众只能在狂风中追赶 28号凌晨 大陆广西无洲多地 刮起9到11级阵风 户外帐篷也难逃狂风侵袭 剧烈左右摇晃后 腾空飞起接着坍塌 许多杂物在空中乱喷 目击者吓到尖叫 雷电大风伴随强降雨 把广西多户民宅的门窗 吹到损毁 大风灌进屋里 把家具吹得东倒西歪 往大马路看 多棵路树倒塌 砸中多辆轿车 广东连至降下大雨后 还下起巨大冰雹 有民众拍下超大的冰雹 大量砸向一座池塘 发出巨大声响 有民众表示 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冰雹 从高空砸下 有轰炸的感觉 也是早上上班 突然雨下得特别大 然后经过一时路口的时候 水太大 这位大哥从上游的飘过来了 当时就觉得又无奈又心疼 28号上班尖峰时间 深圳市区多条马路变水路 有男子骑电动车 被混浊泥水冲走 这几天广东频繁开太阳 低表温度近地面气温 一天比一天高 其实这是老爷爷 在给强队流天气充电 低表温度近地面气温越高 大气能量越足 强队流也会越猛 大陆多地极端天气 短时间恐怕难以结束 而且还有扩大趋势 气象预报 未来几天包括四川 重庆 贵州等地部分地区 都将面临八到十级 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 TVBS新闻消灭圈的明珍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